我在總統府已經成立全民防衛任性委員會 每三個月會來開職會 也就是要因應哪一天 中國真的發動武力攻擾台灣 也就是謝執行長所說的 洪水陣陣來的時候 我們除了紀錄教掌導教練 我們全台灣地不分洞西南邊 人不分男女男友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可以保護自己 也可以幫助別人 然後在因應洪水來的時候 我們不會亂 政府可以正常有序的運作 人民也可以持續生活 那國軍讓政府有更大的力量 可以因應外來的攻擊 這個就是我們 所以我非常希望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合作 只要我一直深信 只要我們團結合作 我們一定可以成功的 守護我們心愛的這塊隊 我們怎麼那麼多 享受 為了